利人文化 詞曲 convene 文化 好 直接開始囉 那個 呃 讓大家看一些比較驚悚的 何非要放你家 然後 對上 缺點停你家店 好 不得了 這很像是新聞龍卷風的頭文 可是呢 它卻是出现在全国能源大会的 能源会议全体大会的意见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意见 那我把它归咎于 为什么的这个purpose 其实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其实他们大家都是坚持己见 完全没有移动立场的可能性 所以结果呢 大概就只能够走向对立 而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如果我们的purpose 我们的目的是要达成共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我们能选择一些不同的做法 跟现在的民主制度 比如说投票 或甚至是打架 但是这个并不是在影射什么愿 那如果用这样子这个排序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共识有一个问题 是它已经被一个数字污名化了 而且呢 政治人物常常消费它 它什么东西不能做 它就讲说 现在没有社会共识 然后它什么东西想做 它就讲 我们要用这个东西来凝聚社会共识 那要达成共识当然很困难 可是呢 并不是没有实力的 比如说这个 在实际上治理这个网线网路规则的一个社群 叫做IETF 其中就有一句话讲说 We reject kings, presidents and voting 事实上他们后面那一句话呢 就被我们GNB拿来使用 而且我们把它翻成中文 叫做粗略的共识 晋级的城市 即使我们有这样的Purpose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还是很困难 以我自己挖了这么多坑来讲 大概也只有少数的坑 有填完的 包括你被服帽了吗 跟可爱的小鸭 那你被服帽了吗 甚至是发起了八个多月之后 才勉强被填完 那所以上一次的 就是上一次的SAMI的时候 其实有在闪电秀提出一个 参与成本政治的概念 然后要做一个共识快组的计划 就是做一个共识机制 可是共识机制 现在还在本质的讨论 那今天一定要来做什么的话 要做的是共识御主 就是发展共识机制前面的共识 那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现在共识机制相关的讨论 大部分都发生在LINE上 那大家就知道这问题很大 所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模仿VTaiwan的机制 首先要用一个Police 用一个Police来收集共同意见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讨论的机制 比如说Discourse 把共识御主 就是讨论共识机制的东西给做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新鲜的脑 谢谢 好 好 好的 谢谢大家